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因财政没钱 习共与地方政府在风控和核酸检测上的博弈开始了 先看两则消息 一个是唐夏村高风险地区 疫情风控工作及相关费用承担通知 自唐夏村解封以来 唐夏村范围内已确诊多例新冠肺炎病例 多栋房屋被列为高风险地区 出现多点散发急剧爆发的态势 形势十分严峻 为优化防控政策 根据谁收益谁负责的原则 进一步压实屋主二手房东 及其他房屋租赁方的主体责任 关于被封控房屋的封控工作 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承担的问题 通知如下 一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的房屋 由屋主二手房东和其他房屋租赁方 负责被封控房屋的后勤保障工作 包括负责居家隔离人员的物资配送 垃圾清运等 二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的房屋 由屋主二手房东和其他房屋租赁方 负责被封控房屋 封控任务包括使用违币设施水满 聘请安保人员等 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均由屋主二手房东和其他房屋租赁方承担 以上措施从2022年12月6日开始执行 广州唐夏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5日 要知道这个广东唐夏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其实是唐夏村村委会 这就是广东集体经济组织的实体化 在广东一般村有村民委员会 村党委经济联社或经济发展公司三套招牌 现在这个用公司发文 就纯粹是民事和经济行为 不能给党和政府丢脸 出了问题是公司的责任 减少后续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再看第二个消息 所有人即日起 公司人员不得随便 做核酸 除政府强制做核酸以外 不得私自核酸 因私自做核酸 查处阳性 从而影响公司经营 需本然承报损失 这真是180度大转弯 之前无论是村委会 还是其他什么实体 都是整天催着民众去查验核酸 不查验 大白或者基层就要抓人 现在竟然发通知 不让去做核酸 而且村委会还把封控房屋的工作 推给了屋主和二房东 屋主和二房东 当然不干了 我出租房子是为了挣钱的 现在可好 让我承担着所有的居家隔离人员的物资配送 垃圾清运 使用违币设施 聘请安保人员等的费用 这不得赔死 我当然不干了 对于这件事情 老门是这样解读的 广州是财政 背不动 封控费用了 甩锅给了城中村村委会 当然村委会才不背这个锅 继续往出租屋 房东身上甩 可以想见 房东们从今天开始 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租户去做核酸 绝对不会 乃至房东们 恨不得从今天开始 会反过来查租户们的日常核酸记录 凡是核酸爱好者都会被赶出城中村 也就是不做核酸就没有阳性 然后大家就相安无事 谁要做核酸被查出阳性 那封控费用 公司不能运转的损失的费用 就由那个做核酸的人出 因此就没人敢做核酸了 即使有症状 也是自己在家憋几天 不告诉别人 然后等待恢复 出现这种180度大转弯的根本原因 就是财政和医保没钱了 下面的基层更危险承担这笔费用 原本就是一个感冒级别的病毒感染 之前核酸相关公司为了赚钱大肆渲染 现在把财政医保掏空了 他们虽还想赚钱 无奈基层不配合了 有位微博网友说 这两天去老友农庄喝茶 一群大小老板在那边吹水聊天 大家都在说 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 完全没有订单 特别是做内销的货 很多中小工厂 从这个月开始就已经放年假了 放到2月份正月15以后 网名叫山脚下的原住居民评论说 他妈的茶是做丰田汽车配套周边小礼品的 上个星期也开始放春节假期了 妙手经典网友说 他们那边的工业园有个工厂 前几天就放假了 也是年后上班 还有网友说 今天下午去做核酸检测 就碰到一些准备回老家的 估计是博主说的这种情况 提前放假了 2023年春节是1月22日 这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的就这么多工厂放假 可想而知 现在的经济有多糟糕 没有了经济税收 那庞大的封控费用从哪来 当然就不让做核酸了 因为查出一堆阳性怎么办 封控吧 没钱 不封吧 还要担责任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检查 就没阳性了 连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都这样 那其他穷省就更支撑不住了 所以说财政折腾没钱了 就大面积放开 不封控了 像柳州为什么一直没有阳性呢 就是因为柳州太穷 财政没钱 现在核酸公司还想捞点钱 就是让个人付费做 就是他们能赚点就赚点 但是不会大面积封控了 到最后民众没钱做核酸 这场核酸闹剧也就彻底收场了 习共当然想用疫情来管控老百姓 但是地方政府没钱 上面的命令指示就执行不下去 现在社会没钱谁给你干活 因此接下来就是习共和地方政府的博弈 习近平要下边做什么 地方说你给我钱 我才能做 没钱这事做不了 执行不下去 因此从现在起开始出现了 历朝历代末期都会出现的情况 各地方会各自为政 不听中央的 最后王朝破灭 当然中共的命运也和历代王朝一样 最终会灰飞烟灭 那么在抗议开始之前 我们先隆重的再次表明 我们作为新中国联合战友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首先就是我们支持我们所有同胞的白纸革命 我们感谢所有勇敢的同胞 可以勇敢的在那块母国的大地上喊出 中共下台 然后习包子下台 这样的这个勇敢的口号 我们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 同时他们和我们都是一体的 对吗 同时我们也一样 我们新中国联邦呼吁我们一块进行的火焰革命 我们相信只有火 这个曾经人类的文明之源 生命之源 才是真正可以消灭掉人类最可怕的 这个邪魔的最终的纠结武器 所以所有的同胞们大家站起来 一起参与白纸革命和火焰革命 大家一起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 火焰革命 以共灭共 好嘞 我是政大主义小草 全院观众朋友们再次向大家问好 我们再强调一下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这个普亨律所合伙人之一 Luke Despen的在康州的家门口 那这个他前车道上 就是他的这个窗帘基本上都是关闭的 全都是关的 大白天的阳光非常好的这个日子 他却要生活在黑暗中 我觉得他非常的可怜 那么他的车道上呢 曾经就是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还是有两辆车 一辆深色的凯迪拉克 一辆白色的这个车 那就是那个黑色的车呢 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当这个自称为是 什么破产法庭的来送文件的那位 那位不明人 不明身份人士 在这里来的时候碰巧啊 偶然他们制造了很多的偶然 偶然有一辆黑色的车 然后下来一个很英俊的黑人 然后他把那个黑色的卡迪拉克开走了 那么从那以后呢 这个今天礼拜天了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今天地礼拜天 那辆车还没有回来 所以现在车站上呢 就是一辆车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